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 两个人的旅程只有疯了相伴啊 两个人的笑声可以让春天提早开花 是谁爱当独行下患难中孤单的挣扎 灰心无助跌倒的时候 谁来及时来一把 那么就相伴吧 那么就一起走吧 两个人敢遗忘的道理 再次落地发芽 那么就相伴吧 那么就一起走吧 分享所有的眼泪和欢乐 直到我们 今天讲 天使夜未眠陪你到入眠 亲爱的朋友 我是天天 很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 好喜欢以莱莎 她创作的这首歌曲《相伴》 嗯 我真的觉得啊 有朋友相伴的路呢 这条路啊 最好走了 而且可以走得长长久久 在你的生活当中啊 谁是你的好朋友呢 而且你会不会觉得啊 好朋友啊 不只是跟你很交心 不只是接纳你 甚至他也可以教导你 他可以给你好的建议 他是良师益友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是 空中留言板 我们的好朋友Apple 就要来跟我们说啊 谁是他的良师益友呢 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良师益友 幸运的我 在人生路上 总遇到很多很棒的人 有些人会陪伴我一段时间 然后分开 有些人会突然出现 然后成为忘年之交 这一路上 有的从商业伙伴 变成好朋友 有的在奇妙的地方相遇 然后成为自己 飞机上 电梯中 旅行途中等等 永远不知道上帝 有什么奇妙的带领 会让我遇到 什么样珍贵的朋友 浴雪 她是我的高中导师 也是我的国文救星 若没有她的 寻寻善诱 和威胁利诱 当初我的国文 是不可能在联考当中 考到顶标的 遇到一位好老师 真有可能改变一生 从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当中许多老师 后来都成为 现在之心的好朋友 虽然平常 没有实时联系 但画夹子一打开 总停不下来 他们不但认识我 了解我 更常常让我学习到 人生中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时间过得非常快 一晃眼 认识十年了 不夸张 岁月在老师脸上 没留下什么痕迹 倒是他的心境和体悟 变得深刻 自在 当别人还在 急急盈盈地 忙碌于他们 认为重要的事情 对老师来说 外在的肯定和掌声 完全不能与 回家和孩子相处 与好朋友 简单吃一顿饭 聊聊天相比 人生如戏 此时此刻的这一幕 我心满意足 要好好保重哦 亲爱的老师 生日快乐 直到我们下次再聚 空中留言板 非常谢谢Apple的分享 良师益友 我想到啊 在台湾 一位台大的教授 张文亮教授 很多人说 他是教育工程师 环境工程是他的专业 而教育呢 是他的职业 记得有一次啊 学生就问他说 老师 请问 我们的国家有未来吗 他就在讲坛上面 走来走去 也觉得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 他就大声地宣布说 这个问题很好 各位同学 现在让我告诉你们 我们国家的未来 是大有希望的 而且往前一看 前途一片明亮 全班一片哗然 纷纷说 为什么呢 他就说 因为有我在 忽然呢 全班就拍手 顿足鼓掌 又大笑的 声音大到呢 教室的屋顶 都快给掀了 学生就问他 老师 为什么有你在 我们国家未来 就有前途 有希望呢 张教授就说了 我们的国家呢 就像是一栋房子 你们看到 房子大门 有一点倾斜 窗户 好像破了几片 窝檐呢 破了几个角 屋顶的瓦片 也烂了几片 你们不要慌张 不必担心 房子的安危 房子里面 还有几根柱子 站得非常稳 只要柱子不会倒 房子 就还不会倒 至于我 我就是里面的 一根柱子啦 有一个同学 就颤抖着声音说 老师 你怎么知道 你是一根柱子呢 他回答说 因为我在专业 和爱你们的世上 我深深的尾声 二十年来 我都站得很稳 对你们来说 我就是路边的一盏灯 你们是路过的行人 你们刚好经过我身边 我就为你们照亮 前面的一点路 你们累的时候 还可以靠着灯柱休息 继续往前走 不过如果有一天 你们听说 我这根柱子 逐渐老旧 要倾倒 你们要记得 千万不用回头来扶持 许多同学就一起问说 为什么呢 张教授就说 因为你们已经成为 新的灯柱 照亮你们周围的人 当我站在这里 似乎已经远远地看到 未来我们国家 有更多的柱子 耸立起来 我们国家的前途 将会一片明亮 张文亮教授 非常喜欢和学生对话 他立志成为 校园中的牧羊人 来牧羊这群青少年 帮助他们在人生 好像站在十字路口 面对很多的挣扎 迷惘的时候 为他们指引一条 正确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别人的 良师益友 只是多一份关心 多一点地看见 别人的需要 我们也可以成为 那个陪伴他人的人 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